和諾局人員開車在桃園新永和市場沿路噴灑大量消毒水 因為物流公司群聚相關確診者曾到過這裡 物流公司群聚案擴大先是兩名員工染疫 緊急匡列採檢 說要新增四名確診個案 分別是案18886的同住祖母 和兩名員工在同區域工作 甚至還有清潔工也染疫 累計已經六人確診 桃園物流公司在擴大採檢700人 累計採檢1043人 其中238人列居家隔離 桃園市長鄭文燦上午受訪證實 物流公司相關拒絕案 二號還會有新增個案 顯然疫情又擴大 指揮中心發言人強調 除了桃園物流公司外 還有新美國中生與父親染疫 這兩岸都是當前本土疫情的重中之中 如果說你一定要清零的話 我覺得現在這樣不行 恐怕要三級幾劑 瞬間期間本土疫情 持續爆出感染源不明的案例 醫師沈正南認為 臺灣就是要抓穩清零的方向 用境外嚴防與境內嚴查 從源頭把Omicron擋在最上游 以免進入社區後 如水銀泄地 醫師沈正南更提到目前最容易發生群聚的 就是餐廳與幼兒園 只要這兩個場所守好清零就不是夢想 不少專家認為國外Omicron仍有致死率 國內病區清零 勢必要加強防疫力道 記者楊盛須陳嘉倫桃原台北採訪不到